大家好 升旗而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24日 星期一 這次繼續跟大家講國際新聞 這次竟然就是要揭露美國的 絕密檔案 原來在1958年當時的台海危機 當時嚴格來說應該是國共內戰 國民黨就退守了台灣 而中國大陸就是打算 要繼續攻擊台灣 換句話說 當時就是眼見 美國差點眼見 中國大陸就是國民黨被消滅 就會令到中華地區變成中國共產黨控制了全部地區 原來美國當時曾經 文件披露顯示 當時有考慮過動用核武攻擊中國大陸 詳細說這節 絕密內容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我們是雙頻道廣播 所以請大家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兩個頻道的節目 星期二得道和星期二日報 希望大家平均支持一下頻道 雖然我們主力也是在星期二得道 但是 也希望後備戶口保持有回合暗效的活躍度 希望大家繼續去後備戶口 繼續做支持六部曲 也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欣賞廣告 大家記得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條頻道 請大家盡量有空 幫我們盡量點擊廣告 欣賞廣告 盡量打開 用無限loop帶發 打開節目清單 教武聲 然後就是 瘋狂地播放 最好在街外的電腦也照播 多謝大家支持 事源原來中國在1958年炮轟金門的時候 原來美軍的將領 曾經打算考慮用核武器攻擊中國大陸 大家可以想像到 假如當時 就是動用核武攻擊中國大陸 當時中國大陸是沒有核武的 當時如果美軍真的動用 核子攻擊中國大陸 很可能會發生的事就是蘇聯會介入 甚至乎蘇聯可能會 用核報復 如果蘇聯作核報復 有機會 有機會攻擊美國的本土 換句話說 其實原來當年 美軍打算要防衛 台灣的決心 原來比想像中更高 這個報導來自《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報導 現在這個軍事分析家已經是90歲 這個90歲的軍事分析家 叫做艾茲伯格 最近艾茲伯格在網絡上披露 一個就是 極之機密 關於台灣 海峽危機 這個絕密文件 而他公開的只是這個文件的一部分 而這部分這個 極之機密的文件 就曾經 在1975年就曾經 部分解密 大家都知道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文件 牽涉 國家的政策也都牽涉 就是 一件事是 ongoing的 例如面對著中國大陸 又或者面對著蘇聯 所以即使是民主國家 這些那麼敏感的 內部文件 很多時候就一定要是 最高級別 classified 最高國家機密 所以即使到了今天 還有很多這些 極密文件 還沒有解密 根據他流傳出來的說法 他的文件也顯示 當時美軍 或者說美國的人員就是在推算 假如真的作出 核攻擊的話 應該蘇聯 會對 美國作出 核還擊的機會就相當之高 但是 美國當時認為如果要保護台灣 這個可能 就是需要考慮在內的代價之一 這位軍事分析家 艾茲伯格 他也曾經在1971年 將當時五角大廈文件 的 極密文件就是將 關於越戰的研究內容披露了出來 當時正在研究這個越戰 可能就是無法戰勝 如果大家有看一部電影 美國拍的 說捍衛這個媒體 的披露權 知情權 那部電影就是講這件事 所以我當時也跟大家說 關於媒體 對於一件事件 報導和報導 就是 很多時候就要取決 你的Source是什麼 也不能夠披露你的 消息的來源 也要考慮公眾利益 為什麼這次艾茲伯格要再把這個機密的文件披露出來呢 原因 就是他認為現在台海的局勢比想像中危險 他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他在1970年的時候 就是複製了1966年 關於這個 台海危機的研究 最近 因為到了美中關係 因為 跟台灣的局勢 又是到了一個非常之 嚴峻的時候 所以他決定把 當時複製出來的台海危機研究文件 的部分 拿出來公開 這份極密文件的作者當時就寫到 如果真的發生了台灣 遭受 入侵 當時的美國參謀 參謀長 聯席會議的主席 就叫做 瑞寧 瑞寧將軍 原來就表示如果真的發生 台灣遭受直接入侵的行動的話 美國會動用核武對付中國的空軍基地 他說要防止這個解放軍進行空中阻絕作戰 甚至乎文件 也說 就是這個瑞寧將軍 說明如果 只是用核武對付中國的空軍基地 也沒有辦法有效地阻止這個解放軍的侵略行動的話 就會別無選擇 就會對中國大陸 會進行更加深入的核武器攻擊打擊 甚至乎 明確地說到 可能會考慮上海 當年的台海危機 其實當時的 美國總統就是艾森豪威爾 艾森豪威爾就決定用常規的武器 決定 不會動用木核武 當時美國就已經是一個擁核大國 1958年爆發的823炮戰 當時的終結就是解放軍決定停止再炮擊 由台灣 掌控著的離島 雖然後來中美是建交 但是一直都說明台灣 是美國的重要的軍事盟友 如果按照文件的說法 其實當時的美國 真的打算要 盡力去捍衛台灣 其實比我們大家想像中 就是高很多 雖然就是常常 現在就把台灣說成好像一張牌一樣 打台灣牌 實際上美國根本從來就是沒有放棄過這個重要的軍事盟友 換句話說 在這個那麼重要的時候 把這個文件解密 某程度上也是相當重要 因為清清色色告訴全世界 即使 現在 是誰 誰 說事也好 不只是一個總統可以說了所有事 雖然總統 是最高的指揮 但是基本上這個國家到最後 始終還是要看看整體國家 的意願是甚麼 美國的反中情緒 大家也不用懷疑了 美國不斷發生 襲擊亞裔人士 因為這個疫情 就是由 亞洲人 中國大陸帶來的 再加上中國大陸的戰狼外交 還有挑釁 每一樣東西都針對著美國 其實已經使得 大量的美國民眾對中國大陸極度不滿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歐洲 本來可能對 他們反感的人 可能是少數 但是現在絕對就開始成為了主流 這件事中國大陸其實是看到的 但是 一些改變的辦法也沒有 甚至乎做出最愚蠢的舉動 就是不斷 繼續挑釁這些 已經對他不滿的人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再有新的消息 再跟大家跟進 我們今節說到這裡 拜拜